大鱼山、漁南道出現樓梯瀑布 雨水掩蓋路面加上有山泥傾瀉 來回行車線全線封閉 港島西區摩星嶺也有山泥傾瀉 大量碎石和樹枝衝到路中心 坑渠蓋更加被衝到路邊 而本港今早的暴雨為多處地區 帶來超過70毫米的雨量 特別是在港島西、大鱼山和南亞島 更加超過150毫米的雨量 今早的雷暴也相當活躍 本港今日錄得超過雲對地的閃電 超過3000次 天文台在星期一清晨大約5點 發出黃色暴雨警告 大約50分鐘後改掛紅色暴雨警告 兩個多小時後發出今年首個黑色暴雨警告 不過雨照下,公照開 紅磡海底隧道巴士站 不少打工仔為準時上班 只能冒著黑雨等車 有人不開車直接衝上巴士 非常狼狽 這位巴士公司職員就為乘客擔車 因為我上班時已經是紅色 所以我未轉黑院 所以對我來說影響又未去到最大 但可能對一些住得遠的人會 不過上島巴士不代表路暢通 開通了半年的屯赤隧道 在暴雨之下水浸 往屯門管道一度封閉 巴士要改道 而在暴雨之下 多區都有臨樹難路 荃灣東臨台這棵約兩米高的大樹 樹架壓爛私家車車頂 暴雨警告歷時大約七小時後 天文台在中午十二點半 取消所有暴雨警告 有勞工界代表說 天文台遲遲未有發出 黑色暴雨警告和預警 是玩死打工仔 令到他們不知道要上班還是回家 他建議勞工處應該加強執法 針對無迫切需要 例如僱主要求員工在惡劣天氣上班 應該要以違反職安條例介入處理